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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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幸没有生命危险 警方表示这名女子已被拘留 目前尚未确认会面临何种指控 由市长白丝毫任命的多元化小组 呼吁纽约市停止使用学术标准 来筛选公立学校的申请者 并且逐步的淘汰小学的资优计划 2017年成立的学校多元化咨询小组 预计今天将会正式的提出入学标准改革建议 希望取消单一考试SHSAT 作为录取学生的标准以及资优计划 该小组于今年的2月曾提出教育的建议 绝大部分都被白丝毫采纳 但暂时未知道是否对于取消资优计划的态度 资优班的课程会提供中小学生考试测验 且通常资优班的课程会与其他同龄的学生分开 目前纽约大部分的学校是根据周考成绩 校内成绩以及出席率对于申请人进行排名 一旦该小组的建议得到批准 将会对这个全国最大的学区带来显著的改变 根据2017至2018年的数据 幼兹员的资优计划之中 只有18%为非裔和西裔 但他们在全市幼儿园学童占比高达63% 相反大部分的支优生都是白人或是亚裔 多元化的小组建议 取消在幼儿园进行的支优测试 并表示有些家长为了让4岁的子女成功的通过 支优计划以获得心仪的学位 不惜花大笔的金钱进行应试的准备 市教育总监卡兰萨曾经表示 自优测试的分数只反映出家长的财力 而不是儿童的智力 该小组建议采用全校模式 所有的小学生都有机会参加体验式的学习 希望可以消除排他性的招生方式 也希望保留为新移民提供的支援项目 让高中收生可以更反映出美区的人口特性 当中包括种族及经济的背景 周一下午一名骑单车的男子 和一名外出散步人 在中央公园发生了激烈碰撞事故 骑单车男子伤势严重 被送往医院治疗 去目击者约翰·摩尔描述 下午3点半左右 在东74街附近的中央公园里 看到骑单车的男子 灰迷不醒地躺在人行道上 警方表示 该事故是一位43岁的骑单车者 和一位77岁的行人相撞 骑单车的男子摔倒后撞到头 伤势严重 行人则是受到轻伤 两人间被送往康乃尔医院接受治疗 目前还不清楚哪一方将对这起事故负责 中央公园于去年的夏天禁止车辆通行 只允许骑单车和行人使用 但被抱怨不遵守交通规则 缺乏安全的意识 骑单车的人表示 行人往往走在道路上都是不看的 而行人则表示 骑单车的人在下坡的时候根本拒绝减速 据统计 去年总共发生303起骑单车者 和行人相撞的意外事故 其中造成270位行人受伤 55位骑单车者受伤 目前事件仍在调查当中 纽约布鲁克林区长亚当斯 指出地铁百老汇交界站交通枢纽设备老旧 缺乏维护 大度会运输属并未尽到职责 布鲁克林区长亚当斯表示 今天的地铁站和40年前没有什么不同 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 大度会运输属没有做到他们该做的事 一名通勤者指出 电梯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都是停运的 即便在他们能用的时候也会响个不停 像是什么石器时代的老古洞 百老汇交界站每天有近10万人的流量 6条不同的交通路线交汇在这里 除了地铁站外 这一个交通枢纽还服务于长导铁路 但这一个大型的交界站 却缺乏正常运作的电梯 这给乘客 尤其是残障的人士带来极大的不便 美国残障人士独立中心 雇员Monica Bartley 称这违背了美国残疾人法案 大度会运输属表示 百老汇交界站的确该给每位乘客提供便利 并展示一个大型换乘站的重要性 他们表示即将到来的秋季资本计划 将会宣布对百老汇交界站的翻修计划 历史两年修建的新考西斯科桥 是连接皇后区曼哈顿华富和布鲁克林交通的主干道 目前第二期工程已经全部完成 并将与本周四全面的通车 新大桥开通后将与2017年开通的第一期大桥相结合 共有9条车道和1条20尺宽的人行道间自行车道 届时皇后区方向将会有5条车道 布鲁克林方向将会有4条车道 州长库默表示 开通后塞车的程度将会减少65% 可大幅提高来往皇后区和布鲁克林的速度 预计每天可通车20万辆 值得一提的是 行人和单车在周三的晚上6点就可以踏上新桥 保揽曼哈顿独揽的景观 这座预算为8.73亿元的考西斯科桥 比原计划提前了4年建成 是纽约市53年以来建成的第一座新桥 不过交通完全开放之后 仍然会进行小规模的工程维护